适逢921地震25周年 总统赖清德重回位于 车隆浦断层上被地震重创的 雾风光复国中 现今地震教育远区 我们提高了房屋的耐震规换 我们也建立了地震预警系统 当年来到台湾 帮助台湾的各国的 驻台使节或者是救难队伍 重新来到台湾 代表国人同胞 向你们致12万分的谢意 过去台湾是受到国际救援 现在台湾已经是亚太地区 重要的国际救援队伍 我们可以帮助其他国家 地球村各国互动 AIT处长鼓励严 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河之 共同拍片高喊 美日台团结力量大 台湾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 更加强大 从台湾921地震 日本311地震 到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 美日台以实际行动 展现团结精神 而内政部消防署 连续多年举办台日飞 消防高阶干部颜席营 菲律宾消防官员 也频繁放台交流 模拟救灾所需快速切割金属 钢筋混凝土等材质 透过跨国协作救灾演练 不只建立社会安全及灾难任性 更是促进第一岛链 国家合作防灾拼外交 30人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